這麼惡劣的治安 不是發生在柬埔寨 它發生在桃園的中立 難道鄭文燦你看得下去嗎 你搭配蔡英文每天就在服選 民進黨整天拚服選 台灣的治安更危險 你蔡英文總統 蘇貞昌院長 你們到了桃園 你完全沒有談到任何有關詐騙案 發生在中立地區 你該做如何處理 而完完全全只顧選舉 這種事情在柬埔寨發生 今天大家訝異的是 同樣的事情 竟然在台灣再度發生 我們看到 要不是新北市的刑警局追查 發現這個淡水 破獲淡水 這個救出26人 進一步的追查到中立的親埔 救出32位 這個被窮盡被虐待 被窮盡多時被詐騙到 關在中立親埔的這個地方 還發現中間這個58人 其中關在中立的32人 已經有3人虐死 其中2具屍體就棄屍在桃園市的龜山區 各位好朋友 這麼驚爽的事情 這麼惡劣的治安 不是發生在柬埔寨 它發生在桃園的中立 鄭文燦市長 難道你知智未提 你視若無睹 我們這麼多年輕的受害者 在求職的過程中 被遭到詐騙 被窮盡 被虐待 被毆打 你都看得下去嗎 難道鄭文燦你看得下去嗎 你搭配蔡英文 每天就在輔選 這是你民進黨對台灣人的承諾嗎 所以我再次強調 民進黨整天拼輔選 台灣的治安更危險 我們接下來 就要看到台灣治安 為什麼會惡化到這種程度的根源 就在於民進黨內部 自己是黑幫橫行 這位黃成國 我們小英的國策顧問 他是天道蒙的 之前天道蒙的文商會的會長 連總統都可以跟黑道交朋友交成這樣子 現在還是他身邊的紅人 你要民進黨怎麼跟黑幫 怎麼跟黑幫 怎麼跟黑幫 怎麼要打擊黑幫 這位是誰 江聰淵 江聰淵也被指控 跟他的好兄弟林志勇 在宜蘭 靠他們的關係 拿了很多的標案 江聰淵跟他的兄弟林志勇 也是被指控說 這個事實上也是跟黑道有關 有黑道的背景 我們的市長 民進黨的市長參選人 到國策顧問 這位也是蔡思穎 蔡思穎先生 也是被指控跟天道蒙 天道蒙的關係匪淺 甚至還會跟天道蒙一起吃飯 當然他們都否認 不過很顯然的 管黑道的人 管警察的人 我們的內政部長徐國勇 號稱竹聯邦東唐的勇哥 他也是管理黑道的人 都跟黑道一起混 你要我們的國家怎麼打擊黑道 你要我們的國家怎麼正常化 我們的國家從上到下 警察跟黑道都綁在一起 你要我們的國家 要人民怎麼相信 你們真的要打擊黑金 你們打擊黑金的決心在哪裡 你們都跟他們交朋友 你們都跟他們一起吃飯 甚至你們還有利益上的勾結 這樣子 要我們人民怎麼相信 你們真的要打擊黑金 還好意思說打擊黑金 笑死人 這麼高的一個 這個警察的一個負擔負荷 結果你蔡英文總統 蘇貞昌院長 你們到了桃園 你完全沒有談到任何有關詐騙案 發生在中立地區 你該做如何處理 而完完全全只顧選舉 所以我們必須要在這裡正告民進黨政府 今天你用的總統的職務 你用的行政院長的職務 你是全民給你的 不是民進黨給你的 所以請你要好好的正視 現在在台灣正在上演中 這個正在進行式的這個詐騙案 剛才蘇議員提到的 整個民進黨在整個的自然完全沒在管 我們看到基層的警員這麼的辛苦 警民的比例這麼的有限 卻是造成現在所有的自然全部放下 我們看到這件事情在桃園的中立 剛才蘇貞林議員也提到 所有的警察跟派出所接到了所有的報案 可是卻忙於你們的為安 普選的為安 現在我們的治安出現這麼大的破口 一個是鄭文燦桃園市的市長 一個是立法院司法及法治委員會的鄭雲鵬委員 完完全全在廢遲他們的職務 我們看到更誇張的民進黨選到什麼地步 今天早上民進黨召開十大奧部的記者會 我現在就要提供好幾個證據給民進黨中央 你們的奧部是怎麼污染桃園的選風 我們看到昨天晚上 蔣萬安委員被抹黑 被不時的網路黑喊來抹黑 竟然去捏造蔣萬安李德維 洪孟凱跟徐巧新的簽名 在一個完完全全捏造出來的企劃書上面 要來抹黑整個蔣萬安團隊 還好馬上提告這個無良的這個有限公司 這個粉專側議 無良公關有限公司這個側議 這個塔綠番側議出來道歉 如果不是我馬上用司法去告你 去把你的假照簽名的事情拆穿 你會收手嗎 難道你會把這樣子的一個文件收手嗎 你一定繼續管傳造成選情的傷害 今天今天在桃園發生同樣的事情 一早我們看到民進黨 他無忽視綁架領略的真詐騙 竟然去創造一個完全無中生有看圖說故事的黑函 要抹黑在野黨 你可以看到出這張黑函 現在出現在桃園的各大社區的這個信箱裡面 這樣子的一個抹黑看圖說故事 我們已經講過好多次了 如果依照看圖說故事 你鄭文燦也跟經濟黨 也跟這些三三黨多次的合照 到底這種抹黑的手段 什麼時候才要停止 再怎麼樣惡劣的手法 都不應該塞黑函來抹黑在野黨 所以我在這邊呼籲鄭文燦跟鄭運鵬 你們有時間開會討論選舉的抹黑 你卻沒有時間徹查真正的詐騙 關心真正在桃園市的受害者 這是全民非常遺憾的事情 所以我在這邊再次強調 不只剛才克陽提到的 在民進黨裡面黑幫橫行 從縣市首長的參選人到內政部長 到前國策顧問民進黨黨內的黃成國 民進黨掃黑請先從黨內開始 蔡英文蘇貞昌請重視治安 減少為安 不要只追求了慎選 忽視人民的安全 你如果繼續再拼服選 我們的治安就更危險 所以我們在這邊要再次的回應 不只是民進黨的十大奧部 也要跟大家提到最新的事態 最新的事態 就是民進黨在桃園大灑黑寒 這是跟昨天這個塔綠班的手法 如出一策 我們嚴正的要求民進黨 應該要制止這樣的行為 不要繼續污染桃園的選風 今天晚上睡不好覺呢 跟阿比一樣呢 淺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點點聲音 就讓你睡不好呢 現在阿比要推薦你這個 用喝的就能紓壓的飲品 夢夢水 睡前三十分鐘喝一包 就可以讓你輕鬆無負擔 現在趕快上快點購 還有優惠強好康喔